下面是石頭一樣 都是下筆不離點 讓它產生這種凝結的感覺 那有時候點還有點弧度 不要讓它看起來所有點都長得一樣 其實它還是有在做小細微的變化 這是長的 而且後面這裡很長 而且拉動了一下 但是這個撇都是有點 哇 撇的 長啊 然後這個點 哇 又是更長 有點弧度 好 移 精 精密之步 折下去 伸出來一點 折 進去 好 伸長 細瘦 折 拉長 點 它的上面窄下面寬喔 跟歐陽尋不一樣 尋是相反的 好 這個點要慢慢長高 長高 也寫上去 那通常這個一定是翹上去的 這樣比較快 然後滑下來 下筆不離點 撇過去 然後再來一個短橫 注意到這個間隔都很近喔 這樣自嘴也緊側 然後加一點粗細 然後最後這個點的下方 直的起筆斜上去 稍微按一下 讓它產生一點腳的感覺 摺骨頭的感覺 綠 綠的話 這兩個撇啊 雙刃旁啊 哇 斜得很很明顯 然後很渾厚 感覺反而右邊的這個玉啊 就被壓扁了 然後瘦瘦小小的過來 這邊不能生長喔 全部被卡住了 突出來一點 注意間隔 然後最後還是要加點粗細 不要讓從頭到尾筆畫都一樣細 好 然後這個是混厚的 所以一般遇到這種筆畫 筆罩要轉正 這受炎真心的影響 後面要飽滿的肩 論 論什麼的炎啊 哇 這第一個橫畫 會不會寫得太厚實了 有時候我們不太能理解說 這個有些原則啊 他都寫得很多原則出來 有時候突然又破壞他自己的原則 有時候講一講到就沒原則 當然還是有原則 好 降低一點 那 好 鋪開往旁邊拉動 好 論降低 左邊的論降低 寫上去 然後這邊在寫的時候又降低了 離還蠻遠的 從這邊開始 好 中間很細很細 注意喔 這個縫隙很大 這裡縫隙很大 如果沒有縫隙很大 你寫不下來 然後這裡是用圓轉的 過了 過起來 然後這邊用細瘦方硬的 然後左邊是這樣瘦瘦短短的 然後右邊是這樣長長有點彎曲的 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第一個 下筆 不離一點 馬上扭轉過去 然後橫劃 斜上去 停住 比較厚 再來 欸 翹翹的 可是細的 然後長橫拉過來 稍微頂一下 讓他骨頭跑出來 然後斜下來 稍微搭到 然後向中間集中 向中間集中 向中間集中 伸出去一點點 然後向過來以後 順勢向左邊點 拿起來 慢慢的把筆法往右點 一直往右點 後面這個比較最長 好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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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